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人称台湾战猫的肖美琴 有着既本土又国际的基因 日本出生 台湾长大 美国求学 母亲是美国人 父亲是前台南神学院院长 有着混血而相貌的肖美琴 身上留着民主自由的血液 也内建台湾本土意识的DNA 非常适合国际处境特殊的台湾的外交工作 果然他最初以外交专业反台投入政坛 接着为民进党出征艰困选区花莲 开疆辟土一吨就是十年 后来又被赋予重任 出任驻美代表 在任期间写下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嫁机 这季台湾演绎为您介绍众所瞩目的肖美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69年2月 一场特别的婚礼在台南神学院礼拜堂进行 金郎是曾赴美留学取得神学博士的神学院副教授肖清芬 新娘是从美国远渡重洋嫁到台湾的音乐硕士Peggy Cooley 中文名字叫Chubigy 台美联姻的跨国喜事在当时的台湾社会相当罕见 因此引起媒体注意 中央日报专访新婚的肖清芬夫妻 标题写着 美国女郎热爱中国 远射重洋完成夙愿 还看出两人的结婚照 1971年8月7号 C肖清芬赴日进凶的邱碧玉 在神户产下一名小女婴 圆滚滚的眼睛搭配坚挺的鼻子 仿佛真人羊娃娃 肖清芬以家族自辈为女儿取名为肖美琴 英文名字是台语的罗马拼音 美琴 不久后肖清芬夫妻带着不满一岁的肖美琴返台 在台南神学院继续教职工作 一家三口住在神学院的教师宿舍 还养了一只猫一条狗 我嫂嫂是在华国写的广滚琴 回来是在神仙教幼教 他本来是来的时候 我哥哥有介绍到高雄 专门在训练外国人中文的华语 后来练了好几个月 没有什么进步 我哥哥想要办法去用罗马拼音法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教会 都是罗马拼音法 然后很快的一两个月 就可以上那个菜市场去买菜 大家看到外国人会讲台语很好奇 每次去都卖得很便宜给他 他母亲是一个音乐家 就是学校有一个音乐班 就是他母亲开始的 他妈妈是一个非常道地的一个家庭主婦 他嫁给他先生到台湾来 在家里可能跟孩子讲英文 到外面都是讲台语 他跟所有外面的人都是讲台语 然后他在台语讲得很好 然后非常非常温柔 非常温暖 1973年 肖美琴两岁时 父亲肖清芬升任台南神水院院长 全家搬进院长宿舍 肖美琴的弟弟肖启仁 妹妹肖美瑟接连出生 家中越来越热闹 奶奶也同住在院长宿舍里 小时候是跟阿嬷住在一起 阿嬷是一句北京话都听不懂 一句华语英文都听不懂 所以他这边跟爸爸妈妈讲英语 转过头来跟阿嬷就讲台语 所以他这个双身带从小就是这样习惯起来的 这很多外国的老师 外国的老师也有亲两个有孩子 跟他们差不多同一年 他们都做会试 做会试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英语 妈妈她很厉害 她会教孩子的厉害 这些幼稟 那些小孩 有时候会跟客厅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空间很大嘛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美金 他没问题 如果学校回来就看这些小孩在这里玩 就是在这里做什么工程 手工业的地方 他就会参加 精通音乐 又擅长幼教的邱碧玉 不只在台南神学院教授管风琴 慕迪慕琴 同时也担任幼教系教授 还在新楼幼稚园创办奥福音乐班 一边忙着教育工作 一边带自己的孩子 对教养很有想法 看到桌上 小孩子在买桌的蜜 她妈妈 全部都看着伯地一样 全部都 孩子 有的很大声 伯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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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有什么衣服 她的桌上 全部都伯地一样 然后她的墙壁 都是孩子 有的堂 她妈妈又 她的经历感 用皮影戏 这个鱼 我说我那个阿瑟 很厉害 她什么都会 她们小时候很好玩 我稍稍不自重功课 她很自立 她很自然真正 那个老二 就是弟弟就不是 你弟弟那个什么 辈子都不及格 我嫂子说 不要紧的小孩 那一段 她说她爸爸 不准他们随便讲脏话 她说她不小心她还是她弟弟 有一次讲一些不雅的脏话 就被抓去一直用牙刷牙齿 刷牙齿 这种事情 她们教教是很严的 虽然没有课业压力 但进到国小的萧美琴 极不适应 因为政府推行国语运动 沿进校园使用方言 再加台语英语转换 无碍的萧美琴 在课堂上竟然听不懂 也不会说 加上与众不同的外貌 上学成了她的苦差事 她妈妈就是没有课 就是会牵那个 去脚踏车去载他们回来 很多人就看到她妈妈这样 就是外国人 美琴又生这些外国 她的弟弟又生 所以大家都会说 阿兜阿兜 就会这样跟她讲 说她有很多苦 我把她都暗示 我想成为美国民 不希望妈妈去接她 因为大家都知识点点 不希望和别人不一样 小美琴积极融入群体 她参加学校的虎号乐队 也加入台南儿童合唱团 在圣诞活动表演敲目琴 此外她还成为女童军 每天就会负责指挥全校小朋友 一起唱国歌 随着渐渐长大 领导能力逐渐展露 她妈妈是美国人 所以会过万圣节 那他们就把这些国外 国内的孩子都集合起来 兼职着万圣节 那她大概就是比较大的 所以她的 leadership 从那边就开始选择出来 万圣节就跑到每个家庭里面 去要糖果 但肖家在神学院的日子 并非一直岁月尽好 1977年8月16号 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 欲请政府使台湾成为一个 心而独立的国家 言论正经海内外 由长老教会创办的台南神学院 成为情志单位的监控重点 她当院长的时候也是 台湾解研前的最后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阶段 你知道台南神学院 那时候被封为是台独学校 我们这边的大门 还被人家画过这个 这个 各类啊 各类啊 農夫的这个 这个主力帽 这个学校 常常是风声鹤唳的 就是这个 这个情志单位 这些政府的单位 常常在这边监视 或者说在这边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 骚动 1979年12月10号 美丽岛事件爆发 台南神学院出身的师生 谢秀雄 蔡有玄 许天贤等人积极参与 肖美琴的父亲肖清芬身为院长 在争取人学与保护学生间陷入两难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他在做院定位的时候 我知道的 他在免疫导世界 他也是很想去保护那些 他守着那个学校 守着学校的校门 不能让孩子走出去 他也想说 那是怎么帮台湾 怎么保护这些孩子 他为了要去帮助这些逃跑的 还是说被追捕的这些学生老师 他是用尽心思 他要桌陷在这些 这些情志人员的当中 他有一次跟我讲说 半裂了这个情志人 还用车来把他载 把他载到哪里去 然后去跟他 要他讨论这些 他也会去找一些人 想办法去 去研究这些逃跑的老师 所以他从小 就在这种 学校 父母亲 或者他周围的这些老师 学生 大家挣扎的 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 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台湾人 能够成为一个有著尊的人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他对人权的观念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 人权的观念 会比较强烈 当时就读国小三年级的肖美琴 对政治似懂非懂 但本土意识已在心底生根 我们先生 他们各个的孩子 他们住在高校 来台南讨长隆中学 有些人住他们家 有些人住在高校 我们女生 那时候讨高校 要陪他说英国 他说 这些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不能说英国 我们要说台湾人 我们要说台湾人 1983年9月 肖美琴进入台南市的明清学校 后甲国中就读 青少年追星的年纪 肖美琴也当起迷妹 她的偶像是英国流行乐天王 乔治迈克 印象中好像也蛮文静的 不过后来有慢慢变得 比较活泼了 我觉得她跟同学相处都还 还蛮愉快的 不会有什么争吵或者怎么样 好人员的肖美琴 在班上结教了不少闺蜜 课业也渐入佳境 从原本国一全班二十几名 国三进步到前三名 不过此时父母亲 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要举家搬迁回妈妈的故乡 美国定居 因为我哥哥有答应我嫂嫂 说她等她六十岁退休 她要给我嫂嫂回到她的故乡 跟他们那些兄弟姐妹 还有那些亲戚在一起 因为她说我也住在 从小到台湾了 那么久了 那一年就是刚好那个毕业 就是那个高中联考 她考上省南影 隔几天就搬了 那时候我就说 你不是要出国了吗 她说我要考考看呢 我就觉得她应该可以考得上 那时候以她那时候的成绩 那时候我们后甲的升学历 那时候我们后甲升学历 不错 肖美琴果然不负重望 考取第一志愿台南女中 她的故事吸引媒体注意 报社记者专程到考场采访她 放榜后 以华裔美籍肖美琴高分考上省南女为标题 进行报导 万其他弃全不念 在不朽的情绪中 肖美琴一家五口带着爱猫爱雪 弃成富美 肖美琴随父母迁居美国之后 因为受到大学图书馆里收藏的台湾禁书启发 求学阶段就开始关心台湾主权和女权运动 大三时甚至曾休学半年 专门回台湾 担任吕秀莲的助理 推动台湾入联活动 也因为常常和民进党接触 肖美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所毕业后 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许信良 慧眼是因此 邀她返台出任党职 26岁就当上民进党国际部主任 写下最年轻一级主管的记录 不过肖美琴后来为何又会参选立委呢 继续这个单元 来看肖美琴的政治路 继续这个单元 秀美琴随父母举家迁举美国 在纽泽西展开新生活 他进入邻近住家的蒙特克莱尔高中就读 另外在台湾的生长背景 特别关心公众事务 他在学校特别跟人竞争什么 所以他对这就有趣 有趣味 来美国特克莱尔高中也是很外人 像是六十的时 他就去那点乘着学校的头状去粉团团 他对这有趣味 18岁那年萧美琴富及离家当起大学新鲜人 他选择时风开放移民子力众多的欧柏林大学念的是东亚研究 美国学费都很贵 那要自己打工 他有零用钱 所以我到我们学校的 这个我打工我做很多事情 包括在餐厅 我们学校餐厅洗碗 然后这个餐厅cafeteria在那边serve 各种 然后但是有一个对我来讲影响最大的工作 就是在我们图书馆里面打工 肖美琴在大学的图书馆打工 第一次读到史名的台湾人400年史 以及被蒋政府列为禁书的美丽岛杂志 深深为台湾的遭遇抱不平 满腔热血的 期盼挑战世界尽有的权力结构 1991年8月肖美琴大三 高马20岁的她写信给吕秀莲毛遂自荐 要当她的办公室助理 休学修了一个学期 那就很天真很理想的跑回台湾 那那个时候呢 吕秀莲刚开始在推动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一个运动 肖美琴累积实务经验后 更确立自己的志向 1993年夏天 她来到纽约继续深造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硕士 长得小小很可爱 很有活力 然后Bikin Bikin 我们那时候就组一个台湾论坛 我印象是Bikin提起的 比如说有些加入联合国的会议 那我们就会组织当义工 不过单纯的校园生活 有时也会血淋淋呈现 台湾艰难的国家处境 因为中国学生时常借着活动 打压台湾 让肖美琴难以忍受 带同号召台湾学生 为国家出一口气 大家在开会讨论这个园游会的时候 就有中国学生跳起来说 不准台湾办自己的摊子 因为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 要放在中国的这个摊子里面 我本来是不打算要去办的 结果一听她这样讲 非办不可还是要办 然后那个时候很好笑 就是那个 那个连胜文是我同学 在Columbia 连胜文她也带一群 跟她一样那种有钱的公子哥 也跑来我们这边消费 就来捧场一下 忙碌的研究所生涯 肖美琴不只埋头学业 二十出头的年纪 青春正盛 也休息爱情学分 谱出校园练词 曾经交往过一位 从大陆来的那个时候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那么她是曾经在中国政府 担任过翻译的工作 感情上有一点受挫 然后心情很不好 我们大家都很疼她 因为我们都很大嘛 就陪着她 有的时候 就想要给她发留 争取你钱这么多人 还撑不起这个 我们那时候的重大工作 就是帮她介绍男朋友 这里有一个帅哥 这里有帅哥 我们去吃饭吧 有成功吗 有成功吗 后来有 1995年3月 民进党为了加强对美工作 设立党驻美代表处 刚离开学校的肖美琴 出任活动执行长 成了第一位到任的员工 面对人生中第一份选举工作 肖美琴冒足全力 不只积极参与 华府政治相关活动 也主办外交青年训练课程 为民进党培训外交人才 驻美代表处小小的不大 然后呢我常常看到就美琴一个人抱着东西跑来跑过去 因为她要掌握我一切大大小小的事 她都要从课程的设计规划到师资的邀请 到活动现场所有的大小事 她就要负责盯藏 虚实台湾首度总统民选前夕 国际关注台湾政情 民进党人士受邀访美络绎不绝 肖美琴负责接待的专业表现 让台北来的党政吊脚为之惊艳 所以有一次我访问美国 还有去拜访很多美国国会议员 肖美琴做陪 当然做很多简报事前 我就发现这个小女生非常厉害 她不但英文好 而且她对问题的了解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人才 第二次当党部学说 我就想到肖美琴 我就特别请她回来 担任民党的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 肖美琴应邀返台 成为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 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年轻貌美又喝过洋墨水 拥有高学历 上班第一天就在党中央造成轰动 一大堆人在那边等电梯 我就注意到一个女孩子 看起来像外国人 但是又不太像 大家就一起进电梯 一起进电梯的时候 他可能旁边有他认识的人 那实际上我那时候我不认识美琴 我看到他有台仪 跟那个旁边的人交谈 我吓一跳 想说这个外国人台仪 如果说这么标准 我说怎么有一个小妹妹那么好 但是她说你不能小看她 她的语文能力是要来当翻译 而且是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 我说用到二十多年了 我说那有法度 但是她的表现就是让大家欺赏 陆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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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的民进党 社会对我们最坏的印象就是 我们是个暴力政党 我们都是揭罗示威啦 我那时候当主席 一定要让陶秀莲 陶秀莲要赢 所以我尽一切努力 要改变人家对民进党的习向 中央党部的年轻女孩子 我们都组织起来去主旋 做得非常好 我们叫辣妹主旋团 小美琴带着我们一些女党工 在编组那个马克林娜的 她是带头的 兼这个教大家 这个跳这种舞蹈的一个党工 要那个音乐一下 大家就跳了 所以对啊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 然后所以动作很简单 所以你就发现到 诶 这应该是有一种所谓的 新的一个作战方法是游几战 然后带动整个大家 年轻人对这场选战的关注 所以这场选战里面打得非常活泼 那美琴在里面算是非常亮眼的一位 选举结果 李秀莲莲得压倒性的胜利 萧美琴普选首战告捷 接着回到外交工作一展长才 1997年5月 民进党主席许幸良率团访问南韩 萧美琴随团出访 在民进党的政党外交中 萧美琴也是固定版底 同年底 民进党国际部主任杨兆寝辞 萧美琴身为主政 这年她26岁 创下民进党史上最年轻 一级主管的记录 萧美琴的名号渐渐打开 越来越受重用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 新政府上台 萧美琴获延揽出任总统府顾问 成为总统的英文秘书 我愿意招下这个机会 表达我最深厉害的感谢 你知道阿兵的本土 超级人到台湾都是本土 都很多说的 说的语言 如果北北台湾听 但是你如果说嫁妇就不够 人家很够够 所以阿兵那时候嫁妇就够够够够够够 就是这样的 在野党立委指称总统陈水扁 与萧美琴关系复杂 还有周刊报导 鼓动飞闻暗斗阿扁的人 竟然是副总统吕秀莲 她曾在电话中说出 总统府闹飞闻黑黑黑 尽管当事人都否认 但一时之间满城风雨 那两天我每次看到总统 我都想哭 结果翻译都翻得好像奇奇怪怪的 甚至是我们副秘副长也跟我说 今天好像情绪不太稳定 我跟你讲那段日子 她是连生做的最低潮那时候 常常说开车开到海边 想要冲下去 都好几次这样 不然她会控制去 就无奈嘛 她的事情就不这样嘛 在野党猛攻萧美琴的绯闻 还以萧美琴拥有美国籍为由 要求她辞去总统府顾问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萧美琴决定正面迎战 我个人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我即将参与民进党 不分区乔选立委的党内初选 你这么漂亮你会上啊 你一定会上真的 果然不出所料 萧美琴在党内初选 拿下乔选组第一 进军立党院 她在就职前放弃美国国籍 顺利取得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萧美琴在国会尊重外交议题 但以好脾气文明的她 常被外交部的官僚作风 气到在委员会当众发飙 萧美琴的问证质量最佳曝光度极高 无论是党庆晚会 还是党内大佬寿夜 萧美琴一现身总是镜头焦点 热爱放手的她 还曾阻拉拉队出国观赛 为台湾队加油 我虚以中华队为荣 同时萧美琴也成为绿营 各大游行造势活动中 指掌主持棒的最佳人选 堪称新世代政治明星 支持民主 支持改革的乡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到毕市長受建计 给我们的萧美琴 萧美琴挟着高人气 2004年转战区立委 投入台北市北区参选 清新专业的形象獲得肯定 再度当选 在第二个立委任期 对外交事故更加娴熟 一个月里头总有半个月以上 是在搭飞机 他不是去玩 他就是可能搭飞机到纽约 参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会议 回来三天之后 他可能又去印度 他有一段时间 那个身体免疫系统 其实不是太好 就是他常感冒 然后感冒要很久才会好 因为他常常这样飞 那个时差啦 那个身体的整个调节 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不过肖美琴心情问证的结果 竟遭人恶意打击 2008年立院席次减半 寻求连任的肖美琴 在党内初选对上王世坚 坊间流传的非常光碟 将肖美琴抹红为中国琴 让她气愤冷凭 我现在想象是谁 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当大家在抢那个时候 在抢镜头的时候 我在花这么多时间 又完全没有选票的工作 初选结果揭晓 肖美琴惨遭滑铁炉 苦吞政治生涯的第一场败仗 尽管浑身是伤 但肖美琴没因此怀忧丧志 2010年她以刺客之姿 出战艰困选区 开启全新的战场 肖美琴立委初选落败后 原本表示 再也不要参选了 不过命运的安排 一再地考验她 2010年花莲立委补选 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正召她前往花莲开疆辟土 肖美琴将责任往肩上扛 一扛就是十年 期间她经历了当选 然后又输掉立委连任的选举 才又回到外交舞台 而结果出色的人不会被埋没 不久肖美琴攀向生涯 另外一个高峰 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 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 不是台湾的失败 今天不要为我哭泣 2008年总统大选 民进党失去执政权 全党士气陷入空前低迷 台湾 卸下公职的肖美琴 持续站在争取国家外交空间的第一线 为台湾发声 每一年在这里 在纽约 在这里有限的脚步 有缓的坚定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台湾 就不够完整 不久肖美琴应当时的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之邀 第六度出任民进党国际部主任 3 2 1 第六度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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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初 花莲立委补选 蔡英文力图重振民进党旗鼓 向众肖美琴扮演四个东征花莲 当时花莲一直找不到很适合的人选 希望跟花莲有奄远的人回来 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人 当时蔡主席就推荐 成功肖美琴 花莲人觉得说非常好 但是美琴就特别有告诉我 他说因为他选举选怕了 他很怕选举 我站在朋友里面 我是反对 我说因为你的财法是在外交嘛 你在整个花莲现在 半个台湾查证 所以你的所有精力 基本上要放在哪里 所以你选输 他不会走 他会觉得欠那个地方不好意思 所以我说你选输也死了 选赢也死了 身边的朋友不看好 秀美琴自己也对选举一记犹存 但抵挡不住地方对花莲改变的期待 秀美琴南下与地方人士深谈 并随着林毅熊人民奏组千里苦行的队谷 亲身感受花莲山水 经过多日思考后 他决定接受征召 选前47天 肖美琴带着爱猫举家迁居花莲 从零开始放手一搏 我记得他在花莲选举补选那一次 花莲相亲其实还不是很认得他嘛 然后又常常会把我们两个搞错 看到我就说 啊你本人哦 那我以前都会 我本来都会解释 我后来我就不解释 我就说 行行行 我本人我孝美琴这样 秀美琴 秀美琴来了 美琴动手 美琴动手 虽然人生必不熟 但秀美琴展现强大的爆发力 一个半月后投降 肖美琴指小叔 国民党对手王庭生6000票 演出民进党的后山奇迹 秀美琴加油 秀美琴加油 大家不信哪一票 因为我们会想的信哪一票 我们会对花莲继续的荣誉 这一仗肖美琴输得漂亮 他牢记竞选承诺 选购立即在花莲 智产买房落地生根 要当真正的花莲人 所以说他去选择的时候 很多人跟他说 说有说你能选择就走 你又就很疼地跟他说 说怎么会这样跟他说 甚至因为这一堆企业 说他去买房 其实他也没钱了 要去贷款啊 肖美琴买了住宅野苏店面 成立日安花莲食堂 提供在地食材为主的特色餐饮 行销花莲 并且作为他的服务据点 第一方面肖美琴 2010年2012年 接连出任蔡英文竞选新北市长 和总统大选的发言人 硬仗一场接一场 2011年9月 竞选总统的蔡英文访美 肖美琴陪同 半途却从台湾传来他的绯闻 媒体报导称 肖美琴与党内立委刘建国 和陈寅爆发三角链 肖美琴黯然退出 还因情商报寿 我何德何能 对我人的抹杀没关系啦 够了啦 我觉得这样够了啦 我出国根本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出国疗伤 我每一次出国就是去开会去演讲 所有的报导有很多不是事实 那对当事人都很不公平 所以到此为止 个性低调的肖美琴 不愿个人私事 一再成为八卦话题 加倍投入于工作 2012年2月 肖美琴以不分区立委的身份 重返立院 问证功力不可同日而语 肖美琴单挑总统马英九爱将 多年累积的硬底子外交功力挥洒自如 为了挡下服务 他在立法院外扎营绝食抗议 声援太阳花学运 他带着外媒进到议场采访发声 剩余的时间和精神几乎投注在花莲 花莲真的很大 等一下还要到寿峰来凤林去 这部车是蔡主席借我 光是这部车已经绕地球核极圈了 相对那时候的区域立委叫王庭生 因为王庭生常常常常见首不见尾啊 美琴都说我本人的这个比区域更认真 譬如说一些农特产品的遇到问题 或是一些爱熟药的基础的那个 像农水路啦蓄水池啦 他也是都乖乖地上山下去探勘去了解 他的做事情很扎实 我们常常跟他说 你从跟人家做外交谈判到现在去跟农委会 去跟农会谈判 一公斤的玉米要卖多少钱 一公斤的木瓜要卖多少钱 一颗大西瓜可以卖多少钱 那个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小美琴常年在台湾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美国的家人聚少离多 即使到美国短期出差 也少有机会回家探望父母 他如果吃了一年可能很便宜 他如果回来都是嫁妇 这样如果经常大人 所以他知道要做的事情 他是他的事情 他爸爸常常说 我要见女儿比你们见还困难 他回来要见他女儿 有时候要排什么时间 一个小时喔 每次有地方哥哥 你美琴结婚 他说没有 我美琴要嫁到台湾 小美琴 坐 坐 小美琴 坐 坐 2016年立委选举 小美琴卷土重来 二度挑战花林区域立委 那美琴以前大家都知道 他的专长是外交室 他最喜欢的也是做国际事务 可是你今天问他 他最喜欢的是 喜欢跟花莲的相亲在一起 花莲有一些中间青蓝的 也被美琴感觉 因为美琴的服务不分 不分嘛 还有其他一些票 中间偏蓝的都跟他说 我们会给美琴美琴 美琴 美琴 在选择一看 哦 这车头 我们来看 那些少年都回来 他说 他就说这样做了 美琴的挑战 小美琴 非常多 美琴 是最大的 美琴的能力 她是為家人的毛小孩 很久了 下疫苗 她都說她的 鳥子的事情 真的嗎 妳老幾開始 過鳥了 過鳥 鳥要打拚 她就跟我說了 2016年8月 蕭美琴剛當選 花蓮區域立委的 第一年生日 適逢花蓮市長補選前 正當蕭美琴忙著輔選 陪她搬到花蓮 養了19年的愛貓過世 但她依然強忍悲痛 接待來自台北的助選團 已經高點了 不是高點 她就帶她去爬她 她要打底庫存 我事後就知道 那天她的鳥蜜 她的鳥蜜 對她很久的一隻鳥蜜 會寫 她靠著沒面子 靠著沒聲 在家裡靠著 出來還找生長 她都沒說了 忙碌的問政生活 沒讓蕭美琴有時間 在家療傷 當選花蓮區域立委後 她的使命感更強烈 為了改善花蓮交通 幫助花蓮農民 蕭美琴在立院期間 爭取預算 促成鐵公路網升級 台鐵採購新列車 增加花東運能 蘇花蓮改善 台九線全線拓寬 農產業加值 甚至國立海洋資源博物館的設置 也是她奔走的成果 在花蓮 外勤全都給你家 然後在這邊 馬美萬提萬提 就是努力做一個花蓮的好媳婦 2020年立委選舉 蕭美琴競選連任 以正機牌迎戰空前激烈的 六強一戰局 國民黨提名賽地醫師黃錦佳 基層實力雄後的 前花蓮縣長傅昆琦 也以五黨籍參戰 投票結果 蕭美琴以7575票的 些微差距不敵傅昆琦 十年東征 劃下句點 過去這十年來 有大家最溫暖的陪伴 雖然說 加油 今天的結果 選舉選輸了 那個內心一定是會有失落感的 好那 但是她也很尊重 這是花蓮市民的選擇 花蓮鄉親的選擇 花蓮鄉親的選擇 只是說她選輸了之後 其實 對我們這些好朋友來說 我們知道 那她要回到她的主戰場的 時間就更近了 拜選後 拜選後不到一個月 蕭美琴再度背起行囊 陪同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訪美 駐美國大使蕭美琴宣誓 隨著蔡政府第二任期展開 蕭美琴奉派駐美 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駐美代表 我自詩為戰貓 那因為貓有一些特質 像牠們非常的靈活 那也可以在非常狹隘的空間當中 找到這個生存之度 2020年7月 四隻愛貓的陪伴下 蕭美琴赴美旅行 時隔24年 牠回到另一個家鄉 重回外交戰場 我聽說 跟我們沒有幫助的國家 都排隊等會去桑香園 牠有請的廚師 有購買台灣的料理 所以大家都認為 去桑香園的腳步 是很公演的事情 所以單單 雖然一些外交 雖然推不出去 可是單單這個家的外交 牠就有辦法在家的外交 去想辦法 就很常聽 蕭美琴 將享譽國際的台灣小吃 變成外交利器 也頻頻寫文章 接受訪問 參加研討會 台灣能見度大增 尤其蕭美琴經營對美關係 獲得美方信任 我今天很誇張 在臺灣的民國和政府 在美國總統拜登 和總統拜登 Harris 2021年初 蕭美琴擴邀 以外交使集團的身份 出席美國新任總統 拜登的就職典禮 這是1979年 台美斷交後 台灣代表首度受邀 外媒以台美關係的 化石代理程碑來形容 不久 台灣疫情升溫 蕭美琴在華府 積極奔走遊說 台灣終能列入 美國第一批 發配疫苗的捐贈名單 這一年 《彭博商業周刊》 將蕭美琴選為 最值得關注的 全球八大封印人物 《紐約時報》也稱讚她 是華府最有影響力的 大使之一 嗨 北京 嗨 總統 你準備好 打開第一批 對 我準備好 去台灣 去台灣 蕭美琴將 台美關係 經營得有聲有色 紐約大都會對 台灣日首開先例 邀請台灣駐美代表 開球 當時外界都不知道 她的父親蕭清芬 前一晚宣夜中風 緊急送醫手術 蕭美琴雖然心急如焚 仍醫約前往球場 開球後 再趕回醫院陪伴父親 三個多月後 蕭美琴的父親 不敵病魔去世 到最後要離開的前一天晚上 她就比金 去看小賣一遍 好少有醫港 好像三天的安排 因為在台灣都沒有 結果她去美國而已 爸爸就要過生日了 蕭美琴將國事放在第一順位 她的努力不懈 加上全球抗中品牌分圍下 台美關係攀上歷史新高點 雖然中國因此 將蕭美琴視為眼中釘 兩度列入 台獨玩顧分子制裁名單 卻讓蕭美琴的聲望 越來越高 讓我再重複說 台灣會堅強地抗爭 我們的優勢和安全 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 已經明明了 我們會不會拒絕 而且我們會不會 抗爭 2024年總統大選 賴清德獲得民進黨提名 與他私交甚度 又擁有外交專長的蕭美琴 成了副手的焦點人選 他非常優秀 他非常優秀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談到美琴 他是炸的絕口 蕭美琴從政從外交工作出發 也歷經選民服務的歷練 再到國際揪拳各國 撐起美中台外交戰場 內政外交資歷豐富完整 新世代經國不讓虛媒的蕭美琴 一舉一動都牽動台灣 走向世界的路 蕭美琴當選花蓮立委時 創下綠營史上最高票 她擔任駐美代表期間 則寫下台美關係史上最好的假機 人生的峰迴路轉 讓蕭美琴不論身在何處 總有亮麗出色的表現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介紹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天天 超多 沒有什麼 請坐在江心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